你好,我是匈奴人 习近平命令中央军委 做好内战准备 刚刚传出来的习近平在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 这个内容令人震惊 昨天我先是看到了英文版 也就是说这个情报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 然后才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版 这次会议是6月17日到19日在延安召开的 大家可以想象中共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召开会议 因为延安是中共的起家的地方 所以说习近平把大家召集到延安去开会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可能又要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内战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习近平在这次内部讲话中的内容 他开明中意说我们今天到延安开军事会议是准备打内战 各位要意识到我们正面临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战争已经启动了 他接着说如果我们不用战争的方式应对 我们党和政府就要破产了 就是他意识到中共要面临崩溃 面临灭亡 所以说他必须要做好内战准备 他要求军队 也就是解放军做好内战准备 然后他说你们都看到了紧税作战中心在全国各地成立 这个事情我以前报道过 这个是很奇怪的 全世界只有中国就会建立紧税作战中心 也就是说警察局跟税务局建立联合作战模式 当然后面还有武警支援 这意味着中共以后 征税就直接用武装警察来出动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军队 而且西包子说 如果紧税联合作战解决不了经济困局 我们就要搞战时经济 必要是刺刀剑红 军队要上 他直接点出了要害 也就是说中共今后要开始进入抢钱时代 就跟他以前在延安一样 从老百姓拼命的抢 延安当时被中共抢到了什么程度呢 延安的青壮年全部被中共抓进军队里面来 就连少女也被中共抓起来 伺候领导给解放军做 给当时延安的八路军做饭 八路军实际上数十万并没有去抗日 他们去以开辟敌后根据地为名 实际上是去抢地盘 比如跑到太阳山区去抢地盘 跑到晚南地区去抢地盘 都是进入山区 延安为什么他要派出去呢 主要是因为延安已经被他们吃光了 其实有一段电影 关于延安时代的很多电影都能反映出这个细节 毛泽东的时候经常化名叫李德成 到处隐蔽 因为他害怕被炸死 然后他有一天在一个老百姓家里面的时候 他们吃饭的时候 劝给他们烧锅的老百姓也吃一点 老百姓不敢吃 后来毛泽东偷偷去看 发现农村的老大娘跟他的僧女 在吃糠燕菜 也就是说野菜和米糠煮在一起 这个电影显示了毛泽东赶紧让人端一碗面条过来 递给他们吃 同时问他 你儿子呢 你女儿呢 你媳妇呢 老大娘只好说 儿子被抓去当兵了 媳妇也被抓去服务社当兵了 女儿呢 也被一个解放军给弄走了 就是说娶去做老婆去了 可能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也就是说呢 一家老小呢 只剩下这个老太婆跟这个小女儿 只是因为他们过去呢 家里的房产不错 房子挺好 所以说呢 才被这个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临时安排毛泽东在那里面过夜 在那里吃饭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延安 那个大户人家都被毛泽东逼迫到了什么程度 更何况其他的小户人家 那平下中农 可以说全都饿得东到西外 也就是说地主人家都要吃康宴菜 你想想 所以现在呢 习近平呢 带着大家呢 可能就要重新 这个过艰苦生活了 重新吃二茶苦 受二茶质 而目的呢 就是为了对抗中国人民 毫无疑问 习近平所讲的呢 这个敌人呢 就是中国人民 因为呢 这个习近平接着说呢 大量的个人破产 银行破产 企业破产 分爆就要来了 就有可能撼动我们国家的政权基础 这个讲话呢 应该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 这就是说明呢 现在中国的情况非常严峻了 我们以前很多人都认为呢 习近平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 他们的确有时候是会被蒙蔽的 比如说普京呢 打乌克兰的时候呢 他以为呢 乌克兰人军政领导人都会投降 只要军队24小时内开到乌克兰首都击辅就行了 习近平呢 也长期相信这个 但与此同时呢 中共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党内言论 就这些言论呢 可能平时呢 不被习近平重视 或者呢 被冷处理了 但是呢 这些材料是有的 所以说呢 当习近平 从更多的数据看到中国经济 确实面临破产的时候呢 他突然开始重视另一派的意见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原来情况这么远峻 习包子接着说呢 建军一百周年 我们本来是要拿下台湾的 也就是说呢 习包子呢 实际上是计划好呢 拿下台湾的 但问题出在俄罗斯 他说呢 以前我把普京当英雄看 没想到他的仗打得太难看了 我们还要 还得看他们的战争过程和结果 才能决定后续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呢 如果俄罗斯失败了 那就暂时不要去解放台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全世界一起来对付我们 如果俄罗斯成功了 我们再说 习包子呢 看来的确意识到 中共政权面临崩溃 就是未来几年呢 中国发生动乱和内战的可能性 要远远大于台海战争 而且习包子说呢 一旦这个紧锐作战呢 就是紧碎作战中心呢 抢劫这个财产呢 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 也就是全部到钱 那么中共呢 就要搞计划经济 战时经济 从而呢 就是能对老百姓呢 进行更加严酷的这个剥削 或者掠夺 所以说呢 这个事态呢 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呢 真的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难怪 这个中共的最近 推出了一系列的 这个所谓振兴经济的措施 因为他们感觉到 中国越来越麻烦了 越来越危险了 另外呢 就是白宫紧急应对中国黑客 大规模的入侵 你看看 这个习包子呢 已经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严峻性 他不是全力以赴解决中国问题 他还在树立更多的外敌 当然呢 这可能是他按照他以前的指示 或者中共以前的方案所进行的 就是中国黑客呢 最近又对美国呢 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据华盛登邮报报道 拜登政府本周成立了一个多机构的小组 以应对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 涉及到中国对美国电信公司的网络进行攻击 两名匿名执行人士表示 此次数据泄露事件已经影响到大约10家到12家公司 至少有三家电信大公司被入侵 AT&T 那是美国最有名的 派行第一的 还有Varion 这是我使用的 还有LUMAN 美国政府呢 美国公司本身已经帮助调查入侵事件的安全公司 仍然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样侵入这些公司的 但是知道这些攻击行动来自中国 白宫周二呢 召开了一次呢 主要政府部门副部长参加的会议 以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小组 这个小组的规模层次是非常高的 它包括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和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级 所以说呢 一旦形成一个应对方案 多部门就能协调进行 调查人员目前仍在努力了解 此次漏洞的范围和性质 美国官员说 微软私下里将这次入侵呢 归咎于一个被称为 盐台风的组织 这是中共的一个挂上号的黑客组织 规模非常巨大 它的幕后呢 是中国军队 微软呢 在上个月呢 就发现了部分入侵行为 目前呢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认定 它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而且受到军队的支持 因为美国官员呈呢 无论结果是中国安全机构 还是中国军队或者中国承包商 都有迹象表明呢 这次入侵是由中国政府指使 与中国政府有关 是属于对美国的大规模的 间谍网络入侵行动 另外礼拜四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 与中国对抗委员会 也要求这三大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就这个数据外泄事件 遭到入侵事件 进行闭门简报 这就说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 都已经这个卷入到这起事件来 由此可见呢 中共的这个黑客行动呢 是规模巨大 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所以说呢 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境 习包子现在面临的这个内战空间 是它的战狼思维所导致的 它在国际上 与美国与日本与欧盟为敌 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为敌 它的战狼思维呢 对内也一样 它与在习近平看来呢 你凡是不听我的话的 凡是不肯做我农才的 都是我的敌人 现在呢 中国的商人也成了习包子的敌人 中国的老百姓也成了习包子的敌人 可以这么说呢 习包子呢 是敌视人类的 罪魁祸首 另外呢 就是韩国人嘲笑中国 最近呢 韩国有一个 就是受到全国人民欢迎的电视节目 在讨论世界各国的养老金的时候呢 谈到了 就是难以回避 就是说有人问 世界上这个养老金最低的是哪个国家 有人就介绍了 那可能是中国 那个主持人就感到奇怪了 说中国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吗 不是一个经济的这个比较繁荣的国家吗 那么他们的有多少呢 说是每个月只有一百来块人民币 还不到美元呢 二十美元 这当时呢 结果弄的那个主持人 当时呢 就笑场了 哈哈大笑 他简直难以理解 因为在他看来呢 中国就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二十美元的这个养老金呢 的确是全世界最低的 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呢 人均每个月现在低于两美元都属于次品 就是说那个生活呢 没有办法继续 每个月两美元 每天两美元意味着什么呢 一年365天 一个月呢 就是30天 那就是起码的60美元 这个中国居然只有20美元 强当于这个联合规定的次品标准的三分之一 你想想是多么的可笑 我曾经在尼泊尔流亡过 当时尼泊尔的人均过敏收入呢 一年才800多美元 也就是说人家的人均收入 一个月才600多美元 不60多美元 70美元左右 70美元 对 是全世界到所第一的尼泊尔 因为它是一个三区国家 非常贫困 而且人口增长得非常迅速 但是呢 我进行了对比 我发现呢 尼泊尔的农民呢 最穷最惨的农民呢 在大地震以后呢 可以放弃家当 直接搬到首都 加德满都去生活 而且呢 一到首都呢 首都的官员 就要立即为他解决呢 第一 把他们的孩子 送到当地的名校 就相当于北京 一中二中三中四中 这是立即的 无条件的 不要一分钱的立即 孩子安排上学 而且呢 孩子上了学以后呢 就有午餐吃 另外呢 每个人每个月呢 发相当于150块钱人民币的 这个 就是 这个救济金 这个标准超过了 中国农民的地保 超过了中国农民的养老 就保证呢 他们吃得饱喝得住 最要命的是呢 还给他们提供一块地 就是每人在郊区呢 给他画好的 大概100平方米左右的地 让 同时呢 政府还给他发这个足干 发这个 油毛毡 让他建立这个临时的居住棚子 就跟中国70年代的那个防震棚一样 因为那个 加德满都呢 是一个市集如春的地方 所以说呢 他不用担心冬天 甚至夏天也不会太热 然后呢 政府呢 还给他铺设 早就铺设好了 下水管道和自来水管道和电路 让他有电有水 有下水道 能够过正常生活 只是防止简陋一点 但是呢 要知道 所有这些设施 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你说你中国人 别说你中国的最贫困地区的农民了 你就是中国的有钱人 你能够在北京 这个 立这个市中心 只有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 能有那一块地吗 那一块地方 我跟你说 100平方米的那一块地 可能都要价值几百万在中国 你孩子要上学 你没有几万几十万赠助金 你根本就不想入学 休想入学 所以呢 由此呢 我们就能看出来 中国呢 是这个世界上 最残酷的国家 对待这个 所谓的低端人口 对 一谈到低端人口 我不得不说了 北京还曾经驱逐低端人口啊 把几十万人在大冬天的 把他们的家当扔到大街上 逼迫他们离开北京 回到家园 这种事情可以这么说 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 都干不出来 但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 却能够干得出来 由此可见 习近平呀 蔡奇呀 这帮孙子 都是赤裸裸的野兽 他们一点点 人位都没有 都不得了 感谢观看